您见过漂浮在水上的油菜花吗 从来没有说划着船这样欣赏过油菜花 您见过造型如此奇特的树根吗 哎呀呀我看这个像三只小鹦鹉 您想在里下河也一次以王达进入快感吗 干杯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泰州之灵秀水香最美新化 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神采乡村游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播出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泰州系列节目 泰州市的新化呀是一个典型的苏中水香 水资源丰富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 每年都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这儿逛逛旅游 那么水香新化到底蕴藏着怎么样的独特魅力呢 还是赶快跟随我们的节目开始我们的这段水运之旅吧 先做明片 新化位于泰州市北部 距离扬州泰州机场50公里 是一座历经2300多年沧桑的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四大名著之音水浒传的作者施奈安 扬州八卦之首正板桥都诞生于此 黯然的绿意与独特的生态景观 让新化成为了国家级生态师反区 大家好 点点现在来到了泰州的新化市 我身旁就是这次的美丽乡村推荐员小孔 大家好 我是小孔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水香新化 我跟你说小孔 这一路走过来 我看全部都是田园风光 真有一种回馈大自然的感觉 那当然了 我们新化可是有名的苏中水香呢 那这个季节来这主要看什么 这个季节必须来看咱们新化的油菜花 油菜花不到处都有 咱们新化的这个油菜花可谓是别具一格 走了您就知道 赶紧去瞧一瞧 走吧 千岛菜花风景区位于新化市东侧 去城区约十公里 油菜花的剩花期为半个月左右 每段油菜花盛开时节 万亩盛开的油菜花宛如绚丽的云彩 倒映在蓝天碧水中 会就成一处美丽的画景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水上油菜花海 千岛菜花与响于世界的普罗旺斯薰衣草原 荷兰郁金香花海 京都樱花并称为全球四大花海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 我现在满眼都是金黄色 对啊 这就是我们水乡新化独特的自然景观千岛菜花 我发现这个地方油菜花和我看过的完全不一样 我原来看的要么是这种成片的 要么是这种梯田状的 但这块我发现它是一块一块像一个小地毯一样 铺在水面上 对啊 我们这边的这个菜花呢是一舵一舵的 论舵的 对对对 而且被这种河道纵红交错的隔开 然后有几叶小船泛舟这个湖上 这像一幅画竟然在我眼前展开了 是啊 现在这样的美景中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 真的是 中国美大香村 千岛菜花丰顶区由大小各异的千五度田组成 每当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蓝天 碧水 金岛 织就了 何有万亩多碧水 田屋一舵 布黄花的壮丽景观 蜿蜒的木栈道 穿行在不规则的舵田里 戴上一顶油菜花编制的花帽 置身万亩花海之中 感受随风而来的 罪人菜花响 让小猫咪也来看我们 像个小花猫 我这喜欢带着花粉 这样才是和这个油菜花亲密的接触了一下 通达的第一位置更像这里游人如智 今天看到这个油菜花和别处的有没有不同 当然 当然 这边太多了 感觉真的就像花海一样 感觉就是地方比较生气 生气在哪 感觉这个地方这么多地方都是油菜花 因为有的地方有 但是比较少一点 油菜花看 这个这样子的形状的 或者说景观排列都没有 来新画看千岛菜花 除了能登上量网台一览全景外 还有一种方式 一定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帕州在这样的河道上 然后两边都是油菜花 而且这个道路是没有规定的 看到一条河道 然后咱们都可以穿进去 真的是知识云花海 而且微风一吹过 淡淡的油菜花香 陶醉在这里了 从来没有说滑着船 这样欣赏过油菜花 可能就是在陆地上走一走 看一看 滑着船的感觉完全不同 感觉更有那种浪漫的气息 看过来 搭乘小船 荡悠悠的驶向花海深处 微风轻浮 菜花摇曳 蜿蜒曲折的河道 仿佛进入水上泥宫一般 几百年前 每当枯水季节 当地百姓们就将堤巴地区 水中泥土挖出来 堆积到较高的地方 造成一块块水中小岛式的堕田 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美景 泛舟齐上 传娘动听的歌声 隐隐的风光 让人沉醉其中 旅游小贴士 千岛菜花风景区套票价格为一百元左右 其中包含门票与船票 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末 是千岛菜花盛开的黄金时期 当地每年都会举办千岛菜花旅游节 来欢迎各地游客的到来 届时将会有野外烧烤节 微电影大赛等一系列 不容错过的精彩活动 见证完迷人的千岛花海 美丽乡村推荐员又带我们来到了 著名的里中水上森林公园 公园占地面积两千多亩 是江苏最大的人工湿地森林生态保护区 形成了林中有水 水中有鱼 林中有鸟的独特水箱景观 船在林中行 云在水中飘 乘着竹排在林间水巷自由地漂流 回归自然 让身心彻底地放松 感受着水上森林 带给我们的生态和谐之美 这个树为什么是弯的呀 它就是经过风吹雨打嘛 日晒雨淋的就自然形成的这道景观 是天然的吗 对对对 天然的标注 像一道树桥 很像我想应该会有很多小鸟 上面经过 带了它们的乐园 对对 水上森林公园内 参天的大树以池山水山为主 这些大树均高达二三十米 直送云霄 而要在水中生长得这么高大 就能有一个必要条件 那就是根系发达 这是树根吗 你看看这个像什么 我看这个像三只小鹦鹉 对对对 非常好看 你们觉得那个像个美少女 哪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树树根 就是水山的树根 哇太漂亮了 你看在水中这样凸起来的 好多小鸟 发现过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哦真的是 而且这个像这种水中生出来的小山一样 对对对 哦完全靠想象 我真是第一次见到水中的树根 而且这么奇形怪状 充分发挥你的想象 这些形态各异的根系 是山树用来呼吸的根 叫做气根 由于这些气根在水里进行呼吸 变得异常发达 变成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形状 有的像石林 有的像小鸟 有的宛如人形 像人工雕刻的一样 让官场的人们不得不惊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小鸟 大姐唱的一整调子真好听啊 这可是我们喜欢当地的名字 毛山耗子 毛山耗子 是当地著名的 大学 大学 我先听一讲句啊 真好听 我朋友跟我说 你唱的是毛山耗子 咱们这个毛山耗子 是当地特有的吗 特有 是的 五十多年前 我们这个毛山耗子 还唱进了中南海的 这么有名啊 跟毛主席就行啊 跟毛主席唱过 对 那你唱过多少年了 我唱了二十字年了 是跟谁学的 跟这个我妈妈学的 我奶奶都会唱 毛山耗子 起源于新化的毛山古镇 是当地人民在生产劳动时 鼓动大家积极生产的优秀名歌 每逢农忙季节 田间地头处处耗的声嘹亮 毛山耗子从古世金 久胜不衰 现已入选国家级 废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 不用到田间地头 在水上森林公园 游客们就能免费欣赏到 动听的毛山耗子了 太好听了 没有想到 在这样森林当中我们当周于这个湖上 听着这样好听的毛山耗子 却唱出了水上耳女这种娇柔的感觉 太美了 我现在就像在画中游 水上森林公园有两个美誉 一个是苏中九寨沟 另一个就是华东鸟天堂 白鹿 猫头鹰 喜鹊 野鸭等 在此筑巢生息 鸟儿最多时可达十万只 几乎是树树有鸟窝 吱吱含鸟鸟鸣 黄昏时分 白鸟归巢 正月天闭日 景象未为壮观 小孔 这个地方真的是白鸟争鸣啊 真的有鸟 简直就是一个鸟的天堂嘛 是啊 那知道现在 知道刚刚上台的时候 为什么让您把这个斗笠拿着了吗 我不知道啊 两个带起来吧 现在要不然的话 鸟屎掉的口上可不好 啊 还有鸟屎啊 是啊 会重大啊 那我们摄像大哥岂不是惨了 待会一滴鸟屎下来 它就天正和鸟来个亲密 接住 我觉得现在啊 就是我坐在这样的木筏上 然后带着斗笠 望着旁边这种形态各异的水山 还有池山 然后听着各种的鸟声 觉得简直就是思绪啊 都被这种鸟的天堂所带走了 觉得身心完全放松在这片森林当中 完全的是拥抱大自然 觉得这边景色怎么样 觉得这边景色还挺遗人的啊 有水林有水 留给我们一样挺顺客的 哎呦 太美了 这是我们一一不舍的 看来我们心都开了 我们跑得好快的 哎 点点 你知道吗 来我们这个水上森林游玩啊 不仅可以看到这个原生态的美景 还可以参加一个游戏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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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自己的游戏 你也换我自己的游戏 你也换我自己 好 这边小伙,你生命了 快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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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你干吗 快拿 快拿 快拿着跑了一圈,累死我 抓到你了吧 对啊 你玩的呢 你玩的一会儿吧 玩游戏吗 我的队友在哪 我的队友在哪 把他抬出去 冲到河里 这人4S静气的场地 位于水上森林公园内的雾森区 这也是苏中地区最大的人工雾森景点 雾森就是通过高压系统促进水的运动 使空气中获得大量的负离子 形成颇似自然雾气的白色水雾 使人如履仙境一般 奔跑在雾森之中 你不得能感受到激战绝逐的快感 更能在充盈的富氧尼斯当中 让身心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诶 点点 刚刚玩的那个真人CS对抗菜 现在有点累了吧 有点累 还有点饿 饿了 那现在呢 我就想带你去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叫做一网打剑 一网打剑 就是在这边吗 是啊 就在这边 大叔 这个这么大的网 这网好大呀 里面全部都是有鱼吗 大家都过来帮帮忙吧 这么大的网一起来拉一拉 这个还挺费事的 一二三 一二 哇 这网好大呀 拉网捕鱼是水上森林公园的特色体验项目之一 游客可以亲自参与到拉网捕鱼的环节 50平方米的大网多达十几种的野生核鲜 让您在过途嘴瘾之前先体验一把打鱼作业的乐趣 快加油加油一起来 那就说游客到这边来就是可以参与这样一网打尽的项目 然后自己捞上来以后大家在一起吃 你看我们刚才一网捞的动作 哦 这个是大丰收啊 活泡万票的非常的新鲜 而且都是野生 小朋友我们等会有个吃了 一会儿可以一网口服了 是的是的赶紧拿走吧 好的好的去坐了 对去坐了 大家一起走 刚才一起捞上来了 然后可以一起去吃这个和鲜 我们一起去尝尝鲜吧 走了走了 是不是见证有份啊 对啊 每一次等待美食啊 这个过程是既煎熬又期待 这不一大桌又上来了 我一看到美食啊 浑身这个铲嘴的细胞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这都是什么呀 这个呀就是我们新化水箱的四醉 嗯 那那个就是醉螺 哦脆螺 这个呢是醉蟹 嗯 这个呢是醉鱼 还有这个呢就是醉虾 你看它活泡泡泡的吧 你知道吗 刚才我坐在这块已经被它来回蹦的这个虾汁 蹦了好久了 这个虾太鲜嫩了 吃起来非常的紧实 很有嚼劲 那这个就是咱们有名的四醉是吧 对对对 那中间的这个一定是刚才我们忙活了很久的一网打尽 对对对 现在可以开锅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看看里面到底煮着什么 啊锅盖好吃 哇 好漂亮啊 色香味俱全 红色的是大龙虾 然后所有的鱼都在里面了吗 对对对对 就刚才我们数了那么多种 对 我等会一定要一条一条吃 每一种鱼我都要尝一口 看每个最鲜美 开动吧 干杯 旅游小铁市 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是国家三一级旅游景区 门票价格50元 来鲜化 除了能吃到地道的鲜化四醉与野生和鲜外 作为中国最大的和蟹产地之一 鲜化的大闸蟹也十分美味 有高红肉鲜的特点 堪称一绝 价格大约在70元一近 鲜化的美啊 不仅在于万亩油菜花 漂浮于水田之上的壮观之美 也在于水上森林公园 带给我们的生态和谐之美 请来鲜化吧 停下你的脚步 尽情陶醉在这座梦中水乡 美丽中国行 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续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态乡村 充满美丽 融进水上 分离 曾一路分团 新画之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去回忆的东西 有长阳在游菜花海中的歉意 有泛中于临近水道上的感慨 还有奔跑在乌村之中的淋漓畅快 明天呢 我们的泰州之行将带您一起玩转 古城泰星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将继续我们的泰星之旅 感受不一样的幸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